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全面准确地落实,这是走行带走。 总结是,香港应该要找国家发展机会。 香港的命运从来都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卷脉相连,融入与共。 胖想中国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就是维护香港的根本利益。 你也有提到,高度自治是指特区政府行驶《基本法》授予的权力,从来没有脱离《基本法》的高度自治,特区政府也没有所谓独立和自主的权利。 老师电视记者,张一浩报道。 对于特区政府应该就《基本法》23条立法。 警方说要看时间和时机,適时会更进。 《基本法》研讨会有几百人获邀出席。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支持的时候说,《基本法》在香港实施超过20年,实践过程中出现新观点和新争议。 近年香港社会出现了小部分人抗拒一国,将一国和两制放在对立面,实在令人痛心。 对于李飞提到,政府应该就《基本法》23条立法,政府说適时会更进。 有政协认为可以在今届政府任期内完成。 例如,包括整个立法的时候,我们的条例草案的内容,包括如何将立法的需要和我们的牵制的责任,如何宣传好,令到大家都明白国家安全的责任。 我觉得今届政府有四年时间,应该都可以做这个工作。 立法会议员有不同意见。 是应该早日做的,而且一个问题都出现了。 就是,譬如你在那里很多香港人,年轻人,以为香港可以独立。 那他们不知道呢,其实提出港独等于分裂国家。 如果23年真的立法的话,特别在今天,就是中港的矛盾,是越演越烈的情况之下,是只会令到社会有更大的对抗和对立。 还能用免费公共WiFi,用完记得删除惯用网络设定,还要经常更换网上密码,和注意保安啊。 无论在工作上遇到多少困难,我们都会不偏密拨行职目。 即使策案审证的过程,好像大海浪道。 津巴布衛政治危機持續 當地報章刊出總統穆加貝和軍方領袖等等會談的相片 據報他被軍方扣隔 在軍方星期二行動以來穆加貝第一次現身 消息說他拒絕交出權力 堅持完成任期到明年才下台 津巴布衛國營報章星期四刊出幾張相片 見到總統穆加貝和國防軍總司令其文革 兩人握手微笑 在軍方星期二一連串行動之後 第一次見到穆加貝的身影 其餘幾張相片見到部分內閣官員 包括國防部長和國安部長 還有前來挖船的鄰國南非官員 但就不見穆加貝的太太格雷斯的身影 相片聲稱是星期四在總統官邸拍攝 較早前報道就說穆加貝和軍方南非特使 還有一個天主救神父相討化解這場政治危機 不過消息人士說統治了津巴布衛三十七年的穆加貝 拒絕接受條題表明要做到明年任門 不過超過一百個民間組織發表聯合聲明 促請他下台 曾經出任總理和穆加貝分享權力 反對派領袖慈萬吉拉伊已經趕回國 他強調為人民福祉著想穆加貝必須下台 但就說反對派沒有被邀請參與商討政局 受官方支持外界估計可能繼任總統的前副總統武南加古亞 自上星期遭到穆加貝撤職後仍然行蹤不明 有分析和穆加貝雖然被指獨裁 任內國家貪污嚴重 經濟大幅衰退 但因為早年參與過解放運動判監 仍然有民主光環 官方希望他能夠體面地下台 又估計他可能會到新加坡 穆加貝過去多次到新加坡接受治療 至於穆加貝的太太格雷斯行蹤不明 有報道說他去了鄰國南米比亞 不過南米比亞外長就否認 首都哈拉雷星期四大致平靜 繼續有軍車駐守 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其中四個成員國 南非坦桑尼亞等開會 商討進巴布委的局勢 無線電視機則一層穩定報導 俄羅斯西部有巴士和貨車相撞 最少15人死亡 巴士車頭嚴重損毀 前輪飛脫 一半車身陷入路邊 釋放馬里埃爾共和國 今地星期四晚 涉事的巴士懷疑為了爬頭 越過對面線 同一架貨車相撞 多人當場死亡 不過警方就說 以外發生時落大雪 天氣都可能是車禍原因之一 紐約股市錄得兩個多月以來 最大升風 美國眾議院通過稅務改革法案 回來會有詳細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接著 過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